10月14日 iPhone 4S在纽约正式开卖 纽约的苹果迷很早就在苹果零售店外排队等候 由于iPhone 4S的推出 被认为是贾博斯生前最后作品 因此对苹果迷来说更显意义不凡 也吸引了大批的苹果迷前来抢购 双核心的处理晶片 800万画素的照相镜头 加上全新的声音控制系统 iPhone 4S被认为是苹果前知询长贾博斯 生前指导的最后一个产品 一上市便吸引苹果迷的热情抢购 来自盛路易的约瑟夫 对于自己能第一时间内买到手机感到非常兴奋 那么这一款最新的iPhone 4S到底效能如何 苹果公司目前没有公布首日的销售数字 但新机上市的第一天 网络订单就达到100万只 远远超过当初iPhone 4的60万只记录 在这些排队等候购买iPhone 4S的人群当中 可以看到很多华人的面孔 他们认为乔布斯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伟大人物 所以在这里等上三四个小时 购买心目中的iPhone 4S对于他们来讲就有特别意义 同时也表达他们对乔布斯的纪念之情 买给孩子了 买给小孩子 苹果公司方面也希望 未来iPhone在贾伯斯不再涨多的时期 也依然能保持领先市场的销售成绩 新唐记者安心纽约报道 初入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